那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的先發五人 在行北中信特攻的部分 魏家豪、阿巴西、菲克 譚傑龍還有克力斯 他們今天的先發五人 那在台北勇工雲報的部分 高警衛、蔣玉安、李棋偉 克羅馬還有威廉斯 其實都是老對手啦 對 比賽正式的展開 轉換過來 魏家豪 拋頭 有了 雙方這場比賽 第一個Fill Go總算出現了 克羅馬 這個給球被魏家豪抄走 敗手抄球之後 上籃得分的是魏家豪 中信這邊 不要忘了 魏家豪又是一個抄傑 哇,神偷啊 哎唷 克力斯進攻籃板 好,在外圍 地板球找到克力斯 自己的小拋頭 這絕對是克力斯最厲害的一招啊 直接上籃,沒進 再來一下,菲克自己在拿 反送上籃得分 出來 韓傑隆自屬肚角的外線 沒有 哇,籃下進攻籃板普籃 克力斯 自己帶 殺進去 竟算 N1 做這個教練下達的方式 教練下達的戰術 直接殺到籃下 給球 給到威廉斯上籃得分 讓球員無所侍從的 我們可以觀察 其實克工他經常是在球邊 會做一個所謂的 比較多人的一個 克魯,三十六歲,身高兩百一十公分 投進了第一個FILL GO 哇 有了亞運金牌的加持 絕對是沒有問題的 對,亞運三對三籃球金牌 對 除了高景緯 除了林信寬 然後當然又從台平 來了這麼多 克力斯 地板球 找到謝亞軒再傳出來 阿巴西外線的助手 G 他們的整個默契 真的非常非常的棒 艾米爾頓中距的跳投得分 克力斯 中路面對威廉斯的防守 還是能夠投進 又是一個小拋頭 季後賽到冠軍賽 打得非常非常的棒 要不然如果真的 有另外一個傳說中 大家比較期待的洋將來的話 可能就... 他會比較危險一點 克攻 阿巴西 踩得很快 再看哨音響 夏軒 假動作之後繞到籃下 沒有出手的機會球掉了 被撥了一下 高景緯快速的推進 快攻自己上籃得分一條邊 景緯 中路傳出來 林慶寬外線出手了 去 林慶寬第一個三分球 魏家豪中路 背後給球 找到克力斯漂亮的助攻 在場上的時候 整個組織是比較好是 外線的出手得分 謝謝 克洛瑪 外線也是拔起來了 投進 這一球 這一球和米爾頓直接從後面操走了克力斯的球 自己帶進去擔手飛扣 哇 攻籃板 飛克殺進去 給到克力斯小拋射他的拿手相 對 對 蔣玉安 跳投 用了 克力斯找到阿巴西 Catch and shoot 有了 暫停回來 阿巴西殺到籃下 上籃 對譚捷龍的防守 他殺進去 繞到籃下 另一撇球競算 雲豹可以表現得更好 這邊雲豹的防守出了一些問題 阿巴西繞過蔣玉安 給到底角的隊友 黃鴻翰外線的出手進 好厲害哦 飛克面對克羅馬 給到的黃鴻翰 拋射有 進攻時間快到了 要拆彈了 阿巴西守得非常精采 林靜寬 竟然拆戰投進了 運氣怎麼有辦法拿到亞裕的金牌 林靜寬外線再來一顆 有1就有2 夏瑄 結果這一球傳了 被林靜寬抄走 自己一條邊上籃 台灣來到這個賽場上面 體會但是沒有把握住 黃鴻翰左邊低角的三分球投進了 我個人的能力沒有到那麼出色 是 掉到籃下還沒有頓 划過對手之後上籃得分 這個時間差錯了得不錯 表現出你心中的一些不滿 但是也要 還是要笑笑的 這真的很厲害 高景偉的一個起碼射箭的拋頭得分 全部放出來吧 現在就是要釋放的時刻 是 斐克中路殺進去兩分要到 打得很強勢喔 他也是非常資深的球員 是 但是 朱玉宗其實已經 原本是要面向 是 瓦巴西 空中的拉根上籃得分 黑豹登場 高景偉的拋射沒有 威廉絲要補 增強籃板 最後球回到高景偉手上 外線拔起來 出手 進 高景偉 轉移到另一邊 陳笑容殺進去 給到威廉絲 切手的兩分 圓抱再次追平 高景偉的出手被夏軍蓋掉 但陳笑容後面補到 又看到麵絲 阿巴西自己的殺戮上籃得分 因為陳笑容跟高景偉 都還不到25歲 所以未來的潛力 都還很值得期待 阿巴西切入上籃得分 面對譚吉隆防守 交到另一邊 Kiwi 晃了一下之後 帶進去 小拋射 進了 聰明的打法 阿姨被過了之後 找人在回訪 其實很快速 露羅馬操球之後 擔手的扣籃得分 大房東 曾穩定的一個失誤 克里斯 交到籃下 曾穩定 左手的上籃得分 阿西帶得很快 來看哨音響 你幫助球隊 他的外線出都短了 克里斯籃下撿到籃板 上籃得分 克里斯籃板 曾穩定 退出來給到阿巴西 阿巴西 中路殺進去 上籃 漂亮的一個切入進攻 這個幫忙防守 雖然說今天不管威廉斯 或者是克羅馬 其實他們的當然得分也是 阿密爾頓 被框面對真問定 後仰出手得分啊 總算是幫雲豹取血了 給到菲克 退一步之後外線的出手 沒有進 克里斯進攻籃板 他打手的小拋射還是準 其實可能跟整個本組的磨合還沒有那麼好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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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又是一樣的一個情況 要把蔣玉安拿來當作這種 防守漢將啊 那真的是太浪費了 泰米爾頓殺進去 後仲的拉根得分 給到謝阿瑄再交飛克外線的出手 進 三分重槌 然後這場比賽 最後 新北中信特攻 就是在克場 也八十七比七十三 擊敗了台北有功雲豹 那 新北中信特攻 他們也收下了 在這個例行賽 他們的三連勝 開季目前是三勝0敗